美国总统拜登在美东时间19日上午接受健检 这是他今年1月上任以来 首度接受例行性健康检查 因大长进需要麻醉 按照惯例 需将国家大权暂时交付给副总统贺锦丽 也因此在这短暂的一个半小时中 贺锦丽也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握有总统大权的女性 我感谢你 祝你祝你 祝你祝你 而根据白宫透露 拜登在11点半左右 从麻醉中清醒 与贺锦丽及幕僚长通话后 恢复总统职权 而拜登也在健检后 告诉记者他的身体状况好极了 由于11月20号是拜登79岁生日 因此健检完回到白宫后 甚至还开玩笑地表示 要准备庆祝自己的58岁生日 你会保护自己的健康吗 好 好 他们会放入所有的内容 我感觉很棒 没有改变 我们都在很好的形象 所以我感激到我58岁生日 但即使是壽星也没特权休息 拜登随后举行了赦免火鸡的仪式 这也是白宫行之有年的感恩节传统 老布希是第一位在白宫赦免火鸡的总统 后任也将这个传统延续下去 欧巴马及川普等人也都赦免过火鸡 而拜登也不忘延续这个传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